大家好 今個星期大家的官網數據都已經出現 內地方面的CPI數據 略低於市場預期1.3 而美國方面的CPI其實是5 其實比市場預期更高 但在高通漲情況下 美國實面期債息反而不升反跌 甚麼狀況 令到市場方面的風險位納再度擴張 令港股在臨尾表現上較為理想 看到資源類股份在週末前都願意反彈 這狀況下當然大家下星期又要關注美國聯儲局的議息會議 到底在高通漲情況下 未來的貨幣走向有否新啟示 或是通漲是短暫性的狀況 而貨幣政策不變 大家最樂觀見到這種狀況 現時港股短期維持在28,500至29,300 這個區間上落 但過去這個星期港股是28,600至29,000 一個極窄幅上落 大家炒住又是那句傳統的說法 因為市場不動 但炒股不炒市 科技股份其實炒也不是太大的起息 反而你說今個禮拜的行運類股份 汽車股 而上個禮拜大家都在說 今個禮拜大家都開流於汽車 汽車都較為之強 而下個禮拜可以延續到甚麼晚快呢 當然資源類股份在高通漲情況下 大家投資期望亦都比較高至於 尤其是金銀銅鐵石 其實之前來說都跌了不少 經過一輪的整固 現階段通漲繼續上升的情況下 我相信下個禮拜資源類股份 都有機會持續有資金來做追捧 而汽車股其實都已經炒了一輪 反而我覺得先是資源類股份 接著就是一些新潔淨能源的板塊 其實走勢上都會較其他一些 傳統行業會更加之強 而科技股份當然現時直播率其實都高 只是市場方面都還未說有戒心脫掉 所以現階段大型科技股份 都是呈現一個上落市的區間為主 神明真正的詞 也會有限於